今年金马五十入围纪录片 青银色都是台湾纪录片 近几年来台湾的纪录片 类型多元 更慢慢累积了一群观众 族群 历史 环境 与人的互动 不同面向的真实台湾 都在每个导演的摄影机镜头下展现 透过纪录片 带您看到这群台湾导演不仅纪录台湾 也透显出属于台湾不一样的纪录观点 短短十天看见台湾打破纪录片 银史票房记录 在好莱坞和港片夹几下逆势昂扬 越居为今年国片票房亚军 从高空俯瞰飞越三之巅 极具感染力的画面 在美人心里刻下惊叹号 更撼动人们的惯喜思考 之前在看迪萨博园或什么 就会觉得国外好美 那今天看到这个影片就觉得 台湾就是一个传说 真的太漂亮 真的太漂亮 所以可以借由这个电影 让更多人会关注台湾的环境 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应该要好好保护 因为我飞的比较高 然后我看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我看到台湾的美丽 当然也没有办法去避免看到它 不美丽的那一面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块土地 上的点点滴滴 我们的台湾的美丽 跟台湾的商品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得见 当大家都在一片爱好的时候 孩子用很纯真的力量 让大家看到站起来的转机 连成一条救命绳索 救回爸爸风灾大水后 被生活掐住咽喉的大人 甲仙国小的拔河队 轮回生命低处 重新拉拔 希望之河 就是因为拔河 然后带给大家都是 怎么说 重新站起来 让甲仙重新站起来 55天累积1200万票房 把一条河和看见台湾 借力上院线 双双入围金马50纪录片奖项 同时攫取观众及金马评审目光 把一条河看见台湾 加上余生编程启示录 也是MIT台湾制 今年金马纪录片奖项 就连遗珠都是台湾纪录片 台湾人喜欢看纪录片 所有东西都是真的这样 感人那些都是真实的东西 台湾就是有很多人 在经营这一块 所以今年金马亚纪录片提名 很多台湾没有意外 物色事件在川中岛存活下来的人 努力忘却族群间的历史伤痕 余生在痛苦中 遗忘编程启示录 则是在遗忘中记忆 被遗落的泰冕孤军 拼了老命 认同他们回不去的中华民国 那他们的感觉会让你一个极端的对比 会让你觉得说 你看在别人土地上 他们那么认同那么信仰这里 这种东西是不是 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再回来一点 我们要自己要抓一些 让自己更能够站得住脚的东西 我曾经大共产党 就用这个讲 后来发现这些第一代的老将军 老兵 各个都是八九十岁 你再不去就很可能访问不到 来播出后一年 里面三个重要讲话人物 都消失在这世界上 对 我觉得很感慨 在老将军真正成为历史之前 抢时间留下他们 中军爱国的最后身影 纪录片意外担起历史重任 原本只是纯粹记录 被人遗忘历史的李立少 突然理解记录的紧迫感 以影像书写台湾 才能诠释的记录观点 有这种迫切性 因为你全话语权 被别人拿走以后 你很痛苦 将来的历史就是它的 尤其现在的历史 就是用影像在做 台湾人的那种命运 就是漂泊 你到底是属于哪里的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然后谁认同你 你认同谁 你该往哪里去 那都是很大的疑问 尤其在现在两岸 那么热络的交流之下 你其实这种问题 更需要稍微探讨 关于时间 关于族群 关于环境 关于疗伤 台湾纪录片多元面貌 共同核心是挖掘记录真相 反映社会现实 抛砖隐喻 让观众反思 台湾纪录片 筹资困难 人才难命 面对影视业严苛环境 纪录片工作者坚持真实呈现 多元氛围 曾在十几年前到北京进修电影学院导演 李力少深知纪录片遵循的真实原则 势必触碰中共敏感神经 优秀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 只能选择以国际管道发声 纪录片因为你真的很真实 会呈现很多东西 那个他们当局绝对不会放的啦 在大陆很多话是不大能公开说的 因此很多人都用他的尽其所能 在拍他所想要讲的事情 然后我看了好几部都很 比较地下的啦 都很令人感动这样 都很了不起 我曾经有碰过中国大陆导演 跟我说 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片子 在美国放 德国放 法国放 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唯一在乎的是能不能在中国公开播音 那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也许他们议题比较敏感 中国大陆的纪录片 只要有机会 它会像爆炸一样 非常具有能量被展现出来 所以重点在于 那个思想或那样的管控 有没有办法放松 只要一放松 他们的纪录片将会 将会影响全世界 因为他们提出来的议题是非常巨大的 国际透过纪录片 看见真实中国 金马纪录片奖项 却显见中国独立纪录片 被提名入围 去年金马纪录片奖项 颁给中加合资的千锤百炼 加华人导演 二度夺金马 励志的片 技术上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他不是大陆的导演派 他是加拿大的华人导演 只是整个制片团队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选择角度 自然不会去碰触到一个 比较真实的问题吧 他呈现的是一个故事 相较之下 台湾自由民主多元 言论百无禁忌 许多附录学习的台湾纪录片导演 反而会回过头来 观照台湾 台湾的言论比较自由 所以你可以拍你想要关心的题材 或者什么 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不见得是 顺应这些政府或者主流这些 但是他会关心弱势 在台湾是一个百无禁忌的一个环境 什么都可以谈 什么都可以说 所以在台湾拍纪录片是很幸福的 就是你只要想到你的主题 你不用怕任何人来干扰你 你只要想到你想拍的 你想做的 你想讲的 你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的限制 可以关心弱势 可以贴近社会 台湾纪录观点 以人为线索 反思历史 皆必批判 纪录片不只能激起社会反思 也为金马奖保留了一座台湾贵宾席 回来 到台湾贵宾3 城市 也来 居贵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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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